羅馬尼亞有一種十九世紀就流傳下來的傳統樂器叫做Kobosa 但是時代變遷逐漸失傳 可以演奏這種樂器的音樂家漸漸凋零 幸好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復興這項樂器 保留羅馬尼亞傳統的音樂之美 羅馬尼亞七十三歲的傳統音樂家Vassila Nikka 唱著故鄉愛與自然的旋律 有時還即興演出用鵝毛管彈出優美情聲 這位世界上瘦果僅存的音樂大師 手上演奏的傳統樂器叫做Kobosa 我好像一個蠻蠻蠻 各位,你們知道如果你們不喜歡的東西 我好像會這樣做,像是在那樣子 如果你們不喜歡的那樣子 我會這樣,但你不喜歡的那樣子 我好像不喜歡的那樣子 老音樂家演奏的這把樂器已經八十歲了 樂器比人還老 其實在十九世紀,羅馬尼亞人的生活 從婚禮,受洗到慶祝活動幾乎都少不了Kobosa 音樂家說自己當初跟吟遊詩人學情 學費還是一頭綿羊 很可惜他自己的孩子還有孫子 並沒有延續他的音樂置業 Kobosa面臨傳承危機 青年音樂家也希望可以協助保存這個珍貴的傳統文化 把傳統音樂重新包裝帶進首都Club表演 熱血年輕人投入傳統音樂 為自己的文化喝彩歡呼 不是很想說 在那邊 不想說 我好想說